盘点不同人花一百元的速度 最开始要零花钱的时候 就是一年级 一年级的我是个小小孩 妈妈最多也就给我一毛钱 让我买棒棒糖吃 或者用一块钱去坐一次摇摇车 所以那时候的我 花钱的速度十分的缓慢 一百块钱 花上半年应该不成问题吧 接下来就是二年级了 我二年级的时候就迷上了零食 就是学校门口想卖铺的那种 我每天上学回家 都想要吃辣条 薯片 还有烤肠 一想到这些我就走不动道 但是这些零食都还比较便宜 妈妈也不让我多吃 所以一百块钱花起来 只能说是比较快 第三个就是三年级了 三年级的我 每天上了收集贴纸 就是那种仙女魔法贴纸 每次放学回家路过 我都忍不住想要买 那时候我年龄也不大 还不清楚赚钱的辛苦 所以花钱大手大脚 速度非常快 以至于花完了钱之后 妈妈就不再给我了 第四个就是四年级 四年级的时候 我慢慢长大了 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也越来越多 有时候给我一百块钱 让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一般都会存起来 买我最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一年花钱 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 第五个五年级 五年级的时候 物价飞涨 没想到以前 只要一毛钱的辣条 涨到一块钱一包了 我无论怎么省着花钱 都觉得钱不够用 一百块钱也就花一周吧 花完我又后悔了 最后一个就是六年级了 六年级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资料越买越多 钱也越来越不值钱 有时候一百块钱在我手上 一天就花完了 学习压力也大 太难了 小伙伴们 你们花钱也是这样的吗 但是 law修 Global 陈希